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证伺服器不开放移民 还有6月12号这个新开放的伺服器 黑章者和飞龙也不开放移民 想要移民大概也要先经过这个工作组这一关 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分组活动的介绍 那基本上其他的规定就跟之前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 一样是只能转业两次 然后售价的话就是一千难赚 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 就是红色妖魔的这个狩猎季 那他的活动时间是今天维修之后 一直到9月4号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在这个活动期间里面呢 他会这个在特定时段出现红色妖魔 也就是12点5分还有晚上的9点5分这两个时段 但是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除了以前的红色妖魔之外 这一次多了红色妖魔斗士 好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简单来说这一支经验值40万 红色妖魔斗士80万所以这两个经验值差很多 然后这个活动还有一个重点是 以前的红色妖魔打一打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叶子狂喷 但是这一次他击杀这个红色妖魔 或者是妖魔斗士之后 他会给你英海撒的祝福 但是以韩版的经验来讲 你打这个红色妖魔 这一次的活动它是会让你越打越赚 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冲等 一定要去把这个打齐 好然后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最高级变身的这个抽卡组合包啦 那这个小编之前在实况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过就是 11张的这个最高级变身抽卡的这个组合箱 好已经在这一次开卖了 那大包的话呢 它里面总共有100个龙之钻石 一个平正 还有一个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包 那这个里面就是有11张的最高级的这个抽卡 好售价是4000蓝赚 小八的话呢就是可以白金的这个变身卡制作书 然后给你两张这种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券 就是上市那个600块的 还有一个高级变身抽卡券5张 那这个的话售价是2000蓝赚 那下面这些说明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最高级变身抽卡就是让你11抽 11抽里面呢都可以有几率开到 到底是高级就是绿变 最高的话可以抽到传说 但是这个几率呢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低 97%以上会抽到的是绿变 其他的话就看你有多欧洲啦 然后高级变身抽卡券的部分 跟大家每天9万18万抽的是一样 可以获得一般到英雄级的这个变身 然后再来里面有一个成长的凭证 这个的话是可以拿来换收集品 收集品就是像下面画面上这显示的两个 那这个是有期限的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到10月2号就会删掉了 关于这个部分呢 小明先简单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资讯 小编在之后会上架一个影片 来分析这两个主题包怎么去购买 那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赞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